西方史学史,巴克尔指出历史知识是人类最高级别的知识,对这些知识经营研究的史家绝不能把自己的任务仅仅限定在琐碎的史料搜集抗争上。 虽然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科学研究对象为那些显然是毫无规则可言的事件,然而在反反复复的历史事件中蕴含着某种固定的不变的普遍的规律。 巴克尔非常客观地告诉历史工作者,历史学科依据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就能像自然科学一样科学。 让他看来,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说明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都是有规律的,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来阐明这种规律,才能把历史学上升为科学,因此必须注重对人类历史中的规律的认知。 巴克尔认为,人类社会也和自然世界一样,有着一定的发展轨迹,有特定的规律。